好像從他們那個背包裡面 拿出了一把 哈囉大家好我是威廉先生 很多人都知道我在國外有過遊學的經驗 但是也有很多人問過我說 在國外有沒有遇到那種很可怕的校園經驗呢 所以今天就來跟你分享一個 讓我永生難忘的恐怖回憶喔 如果是第一次來這個頻道還沒有按訂閱的話 也麻煩幫我按一下訂閱喔 謝謝喔 所以這個故事其實是發生在一個下午 那我在我大學某個知名的加州大學裡面呢 我是讀廣告系的 然後我們廣告系呢有一棟建築 我們系的建築是單獨就有廣告系 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科系的學生或者能力上課 在下課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一群同學從我們的系裡面走出來 建築旁邊就是一個大草原 那大草原呢上面就是有一些公園椅啊 然後方便學生下課的時候在那邊休息 然後我們就看到有大概四五個警察包圍這個公園椅吧 然後那個公園椅因為蠻小的 所以如果四五個警察包起來 其實是我們看不到你們在發生什麼的事情 看到警察對我們來說其實是 不是說非常新鮮的事情 因為我們去學校發生了蠻多的那種 強劫啊 然後有人自殺啊有人被強暴 那種一些類似的案件 所以警察都會在校園裡面虛弱 所以我們走過去的時候呢 我就偷偷的從那四五個警察旁邊那個 你中間那些縫其實看到了什麼東西 然後我應該看到大概三四個 看起來是高中生們 不是大學生的男生 然後他們就坐在那邊被滲滾 然後警察就我手上拿了他們的包包 然後接下來那一幕真的是 看了我覺得到現在還讓我毛骨悚人 那就是他們 從他們那個背包裡面 拿出了一把 超級長 大概這麼長的開山刀 然後其實就是那一瞬間 我們都大概知道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他們做的地方 跟我們的戲 離了大概九十步啊 所以如果他們真的想大開殺戒的話 其實我們應該是從鋼琴中 所以之後呢 我們就有一些學生收到警察 寄那種學校的email給我們 然後說 附近有找到幾個 大概四五個類似那種可疑人物的人 那好像有帶一些 不大概帶來學校的偶禁品 那注意請大家小心 可是問題是 其實你看這份email 如果你沒有到現場的話 你看起來就覺得說 他們可能帶的就是一些小東西 可是我們真的看到 那真的是蠻可怕的 好啦但這影片也不是來嚇大家 只是跟大家很好奇說 很多美國校園都會遇到這種危險的事情 當然不是說所有的 學校都是類似這樣子的 但是 這件事情真的是讓我有事難忘了 那翻譯過一次 那就我覺得 就夠了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還蠻喜歡我的故事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按個讚 然後如果你想知道更多 關於美國留學啊 或者是學英文之類的消息呢 也麻煩幫我按個訂閱喔 我會見到你下次見 拜拜